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1月3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 香港的 東北發展計劃 北部都匯區 整個 計劃 說了好幾年了 到最終現在似乎 是叫做 炮湯告鐘 整件事相當精彩 因為大家應該還記得 曾經當年 這個北部都匯發展計劃 是其中一個 香港的示威者 和反對派 反對的項目 當年反對當然沒有人聽 叫你不要妨礙國家大局 要發展 今天 出來阻止 北部都匯區 發展的人 不是別人 不是你 不是我 不是示威者 不是左膠 而是 香港 香港 最堅實 的愛國愛港 愛黨分子 叫做香港 愛國的地產商 整件事是不是很精彩 小說都寫不出來 這幾年 局勢的峰回路轉 大家真是回味一下 是你很難想像的 香港 由一個 全世界最貴的地方 樓價 和赤價 再去到每一樣東西 跟你說大力發展 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做韭菜 做矮民 初初 香港的問題是經濟問題 是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 再去到 慢慢發展成為制度性的暴力 因為 貧富不均本身是社會問題 大家都同意 不代表 有民主能夠解決 但是你不斷地看到 沒有民主 將這件事加速 令到最終 大部分的人 覺得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夠再接受 原本 可能真的叫做經濟問題 但是經濟問題發展成為 政治問題 這個就叫做公民覺醒 再去到 香港 採你也傻 你出來反對就鎮壓 以為鎮壓了市民之後 這個地方不要妨礙他們為所欲為 繼續自己賺錢 來到今天 真的叫做峰回路轉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的 是北部都會發展區 終於來到限期了 早前 曾經有消息說過 香港政府一早就說 如果你發展商 還不保地價的話 在12月31日 即是2023年 有機會 是會收回 這個土地 這件事的啟示當然是相當相當之大 香港的媒體 輕描淡寫 將這件事 嘗試難處理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繼續share我們的節目 做好個人的資料 還有個人安全的保證 你要做多些功夫 保障好自己的資料 這個是第一步 接著就繼續做支持六部曲 繼續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啦 就算 不知為何沒有做好支持六部曲 你仍然可以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所以最重要的仍然是這個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的大法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所以我做這個節目有時都很開心 因為教大家繼續閱讀 香港的假新聞 以及時事 香港是嘗試將這個 北部 都會發展計劃 炮湯的事實 是輕描淡寫 是輕輕大國 跟上一次 香港和澳門 被美國 列為敵對勢力 差不多這件事的消息 出了五天 終於 有媒體輕描淡寫 兩行字大國 現在這件事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大家應該還記得 跟明日大嶼差不多 都會發展區 在北部 是一個很大規模 香港也是用來 割韭菜的項目 香港各樣跟你說發展 發展發展 高速發展 超高速發展 超級發展 究極發展 總之 香港 差不多 過去十年 主旋律 各樣就是叫你不要妨礙他要發展 我大把錢賺了 不要妨礙我 今天 你的北部都會區 就是叫做撻皮 我真的很喜歡廣東話 你可以叫他修皮 你可以叫他撻皮 你可以文雅一點 說他出事 我們最喜歡用的字眼 最文雅的 又或者可以直白一點 說他只是趴街 甚至乎再激進一點 你可以說他 現在是北部都會區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平時寫出事 因為文雅一點 斯文一點 所謂北部都會區 是人渣 林鄭獨娥 林鄭月娥 提出的 北部都會區也是2021年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的其中一部分 現在 林鄭月娥 就是留在獻世 等死 等被人清算 整個叫做北部都會發展計劃 是徹底泡湯 我相信不用大家說也知道 不過不是的 我發現聽眾真的不知道 不要緊 我又慢慢說 如果北部都會區的計劃 也是叫做撻皮告中 你又猜一下 明日大嶼到底會怎樣 明日大嶼 牽涉的資金 是更加多的 如果地產商跟你說我不玩了 你的地皮我不要了 你們去招標吧 我不投的 這樣會有幾個事情發生 首先第一 香港的地產商不斷在作反 我認為到最終北京 是不會容許香港的地產商在作反的 這次北部都會區 裡面牽涉 幾家公司 當中包括 新世界 行基地產 當然還有我們最喜歡的成哥 李嘉誠也在裡面 其實地產商不斷在作反 其實真的有原因 其實地產商 那麼高調 出來拒絕投地 甚至乎 政府發展局說明了 會收回土地 要求地產商補地價 但是他們這次竟然仍然 企硬拒絕 你會看到其實現在地產商 跟政府 跟政權之間的矛盾 非常之大 大到一個位 他們好像 是寫在臉上 是擺明居馬 跟你港共政府作對一樣 所以 我們真的絕對有理由相信 這是客觀證據來的 證明了現在 絕大多數的大媽撒 是被 勸指離境的 當然你可以爭論 說這樣也不是禁止 被勸指 但是大陸從來都是這樣的 大陸從來都是你出境 他叫你不要去 跟著找你家人 跟大陸一樣 就是叫你不准走 其實原理也很簡單 中國大陸 一早商家就已經不給離境了 其實 在五六年前 十年前已經是這樣的 更何況是當今的香港 當今的香港 根本已經沒有分別 跟中國大陸基本上的做法是一樣的 再不是就帶你回深圳 整個北部都會區 現在是撻皮的 你說明日大嶼會怎樣呢 明日大嶼 計劃炮湯 沒有樓建在上面 跟他填不填是兩件事來的 我很贊成香港政府 是繼續填的 你繼續把香港庫房的錢賭到海 到時 那個島建了出來 跟一個荒島沒有分別 到時死的 是香港 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財政要崩潰了 我真的不覺得 他會看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就會把明日大嶼殺停 所以我覺得 後面的情況越來越精彩 香港的地產商繼續造反 你叫我去買地 我就不出標了 你叫我補地價 我採你到右眉 寧願地被政府收回 其實很簡單 政府收回地 又要再招標 再招標又要沒有人出標 那你快地給誰發展呢 所以不是開玩笑的 說遠對抗 香港的地產商 現在就是跟你政府在搞遠對抗 這場鬥爭應該會相當激烈 也會相當精彩 所以我們當然是繼續 和大家密切留意著 到最終 其實我們的預言一直都應驗 就是到最終 香港民主派消失了 反對派消失了 到最終他們的鬥爭對象 就一定是香港本地的商家 到最終 連普通人 藍絲也要鬥 這個就叫做文化大革命了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